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期我来和朋友们聊一聊 关于在种植番茄上 不管是番茄,还是黄瓜,甜瓜等等 我们需要钓绳,就是钓腕 钓腕我们经常用到 直接用钓绳来直接挤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 怎么样既省工又省湿的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在种植这个过程中 只需要用这个夹子 整个七色八色 这个夹子两到三个就可以搞定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夹子是一个活口的夹子 这样就做到了既省工夫又省湿 今天是11月的12号 看我们大棚里面种的什么东西 冷棚种植啊 水果萝卜拍萝卜 为啥说现在我们这萝卜 进入冬天以后 然后才长这么大呢 主要是想测试一下啊 就是说用冷棚 冬天十月份播种了一个萝卜 到春节以后能不能上市 或者能不能月冬到春节上市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春节啊 我们平时吃的萝卜 那都是冷库里面的萝卜 都是冷库里面的 那口感肯定要差很多 但是萝卜价格比较低 你没法吸用那种温室去种 所以说呢 采用冷棚低成本的去种 在春节这个市场上看怎么样 就是销售市场反映怎么样 在一个种植端那块 能不能种出来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试验 因为春节啊 如果吃到鲜萝卜 绝对是一个很美的事 这样的一亩地 是十月的中旬播的种子 到现在已经是这么粗了 已经这么粗了 如果温度各方面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正好感到春节上市 到时候大家又等着吃我们的鲜萝卜吧 这种是典型的水果萝卜 这个无土栽培啊 除了水培以外啊 我们常做的无土栽培 用的一个代替土壤的 一般有椰糠 你好比这是椰糠 是吧 还有一种是那个鸡汁 还有一种呢 就是蚯蚓粪做的个无土栽培 那么这三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效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我们先说这个偷积性和保水性吧 在这三种当中呢 椰糠啊 它的偷积性是最好的 但是呢 相反 它的保水性是最差的 好比这样说吧 如果是夏天 如果用那个椰糠栽培的话 可能你一天 需要浇十四八四水 但是用机制的话 可能一天需要浇两四水 在掌湿这一块啊 基本上没啥区别啊 你好比说这两棵 看下来没 这两棵看着上面是 覆盖的是椰糠啊 但实际上 你看下边 看一行的吗 下边 这是下边的 实际上下边呢 我是用的蚯蚓粪做的一个栽培试验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是叶糠 这边是蚯蚓粪 这边是蚯蚓粪 整个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们再看一个黄瓜啊 看啊 一二三四五六 第五棵第六棵 第五棵第六棵 这两棵呢 也是用蚯蚓粪 上面同样是盖了点椰糠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下来没 你看 下面同样也是用的蚯蚓粪去种植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两棵黄瓜 和周围的黄瓜 也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差别啊 从长势各方面是没有任何区别啊 叶糠 极枝 蚯蚓粪 作为三种载体的无土栽培 这三种当中呢 可能 蚯蚓粪是最划算最便宜的一个载体 所以说如果是自己去种的话 建议采用蚯蚓粪更划算一点 当然了一定要根据当地的有的一些材料区 这样的话才划算 我们来到这个大棚啊 这个大棚种的是黄瓜和辣椒 看一下 长势都很不错吧 黄瓜呢是10月的20号 栽的苗 现在已经在六个月七个月了 长势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这个病害啊 发生的几率还是非常低的 然后在东边啊 这半截啊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种的辣椒 这个是黄色辣椒 啊 这个同样是10月的20号栽的苗 但是呢 当时的苗特别小 那个根啊包那个鸡汁都包不起来 但是现在长势已经非常好了 现在我看有一些辣椒啊 都已经开始分叉了 看一下 这边呢是那个 红色的那种辣椒啊 这边的苗比较好一点 我们看 已经 这一棵上分了几个叉 啊 分了四个叉 这一棵分了四个叉 这一棵分了四个叉 但是呢 因为我们栽的苗比较密 所以说呢 要保证一棵上就留两个叉就可以了 整个长势也非常好 看一下这个大冯是我们种的 番茄啊 无醋栽培的番茄啊 现在长势非常好 你看 这番茄棍 这是点花点的比较早的 这边呢是 小番茄 这个是黄色的小番茄 那头 那个长势比较旺的一个 高的一个 那个是 红色的小番茄 右边是大番茄 这种黄色的小番茄 因为栽的比较晚 才十几天 所以说长势还是没起来 这是我们今年种的大蒜 现在你看几片叶了 查一下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已经五片叶了啊 五片叶以后 这个大蒜呢 这个正常的生长 会出现一个 比较特殊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大蒜的叶尖的地方啊 容易出现这个干茄现象 如果长时间种蒜 蒜能都知道 但是有些新手的话 可能会比较恐慌 说我大蒜怎么出现干茄了 大蒜一般在三到五片叶的时候啊 这个大蒜的蒜母啊就开始脱落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断奶 就是说蒜母里的营养啊 就已经没法给大蒜椰片生长 提供养分了 而养分来自什么地方呢 来自于我们这个大蒜的根系了 以后 但是这个在交接 交接班的时候 肯定会出现一些紊乱 根系发育问题啊 各方面问题 应该供不上 水分供不上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会出现大蒜干茄了 这是一种呢 正常的一个大蒜生理现象 所以说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恐慌 如果是精细化管理的情况下啊 我们蒜农可以啊 一通水啊 加上啊 50到80克的尿素啊 然后再加上那个氨基酸肥料啊 再加上有脊龟啊 去喷雾啊 这样的情况下啊 可以啊 减少肝肩 同时呢啊 对产量的提升是有一定的提升吧 减少股 正常的质方